这一家也太有钱了吧 钱多到用抽风机抽 几千平的大仓库 放满了整整一屋钱 不够为了就先铲起来 用推土机倒在卡车上 就算钱撒了一币也不慌 毕竟一美元咱也看不上 你要说这一家咋这么好 这还要从教父阿维开始说起 阿维从小就是个机灵鬼 他的座右名是永不回头 所以每次都有路人遭殃 这天老爸老妈要过情人集 阿维便提出帮老爸送包裹 谁知这单车刚骑上 下一秒他就 阿维骑了一天 终于来到了货主家 他一进去 就发现院子有台留声机 阿维打小这DJ梦就来了 结果屋主养的两只绵羊来了 嚷嚷着要听喜洋洋 但屋主听到动静 也赶了过来 对方让阿维把包裹拿来 可他一贯不看了 又把自己给绊了 货里的面粉撒了一地 绵羊见到直接冲上去锁了 屋主见秘密被发现 连忙端枪就想解决阿维 谁知他着急过头 居然把大拇指摆进枪管 直接就给架断了 但他也是个狠 二话不说 就把大拇指当自弹射出 阿维一看 谢谢啊谢谢 接着他连忙骑车跑路 可屋主枪法也太帅了 人没射中 倒是射中旁边的树人 之后在镇子举行的庆典上 阿维和老爸在那开party 这时屋主也来了 趁着阿维被老爸抛到半空 他立马举起手枪 一发过去 结果阿维没打着 倒是打中了围爸 见老公倒下 围妈却以为他要喝多了 本来围爸还没死的 这下直接给气死了 人群立马骚动起来 还不忘给围爸补上几脚 这时屋主冲上来 想抓走母子俩 但还有好心事 保下了阿维 为了不让他被屋主发现 大火望向了面前的毛驴 毛驴此刻的心情 像极了你第三个表情 接着阿维被送到港口 决定让他坐船去王米国 谁知最后一班轮船已经开出 阿维硬是跳进大海 拼命跟在轮船后头 他游了整整一年 终于到了米国 人不仅没事 看他身上一网的海鲜 想必火石也很丰富 可刚上岸 阿维却看到有个小女孩被掳走了 他正一旦抱棚 立马冲上去阻止 阿维问道 一只公鸡在屋顶下盖 那么蛋会往哪个方向掉下来 混混打左边不对 右边也不对 阿维只好说出答案 混混恍然大悟 羞愧瞬间涌上心头 就这样 阿维成功英雄救美 获得了女孩的芳心 长大后更是和对方生下两个儿子 一个叫大傻一个叫二爵 不过这一家子经济状况不太好 阿维给炸油店打工 一天下来 油品也才低了一半 那这工钱也得给你减一半 回家后为了给大儿子庆祝生日 居然做了道红烧鱼靴子 礼物更是只小耗子 可都这么穷了 偏偏来了地头蛇收保护费 阿维想撒谎说没钱 但儿子大傻是真的傻 老爸 咱的罐子里不是有钱吗 谢谢啊谢谢 这天儿子二爵上街卖花 可地头蛇又来了 对方上来就拿走他的钱当保护费 不过二爵可是狠人 直接就往地头蛇泼上一身水 接着他连忙跑路 可这小瘸腿 哪里跑得快啊 医学奇迹来了 二爵居然不瘸了 阿甘见了都要喊声前辈 他跑去找老爸阿维护甲 但地头蛇也追来了 见对方掏出手枪 阿维便利用激将法 说什么无知的人才会耍枪 接着他提出谜语 一号火车以时速40公里出发 和二号火车以时速50公里出发 那么哪辆火车先到海洋公园呢 结果旁边的大傻居然不傻了 老爸 海洋公园不是30年后才有吗 地头蛇一看给骗 立马就想动枪 阿维反应迅速 拿着花就抽得对方妈都不认 最后地头蛇晾到 他晾花 结果阿维活生生用花把对方给捅死了 而这下 阿维一跃当上小镇地头蛇 并自封教父 转眼间阿维成了老头 他必须让其中一个儿子当街班人 而大傻明显不靠谱 缩个粉都能把管缩进底 那显然要由二雀来当了 这黑帮也太会赚钱了 开个小酒吧 别人酒里掺水 他是谁里掺酒 开个餐馆 别人吃下的剩菜 他倒在一起捏一捏 又是一盘新鲜出炉 就连泳池都不放水 一门不知省下多少钱 靠着这么一出经营之道 二雀成功继承教父宝座 可刚上位没多久 居然有人想来暗杀老教父阿维 只见一个高个儿走进舞会 裤装居然还钻出个矮人 朝着阿维就连开竖枪 而由于用的是消音 台上的乐队还以为 这老头想跳个嗨的 立马就换了配乐 而坐在一边大傻发现不对 他掏出手枪击到高个 再拿出小枪解决爱人 好家伙 不愧是黑手党 真是讲究 眼见老爸阿维就要倒下 二瘸先是一个凌空微步 再来个跑过女子短跑冠军 接着他接过旁人的水 最后拿起枕头 成功护住阿维脑袋 虽然伸中竖枪 但投没事就行 随后二瘸决定铲除内鬼 见两人在餐馆 他连忙跑进厕所拿枪 接着走到内鬼面前两枪过去 其中一人中枪了 还不忘来上一口 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之后为了发展家族财力 二瘸叫来哥哥大傻 让其帮忙在赌场抓老千 但大傻哪里知道是谁 只好把全场赌客都电一电 这样全到了 那不就没老千了吗 刚赚的钱全打水平 二瘸都给气傻了 但偏偏这时 他遇到了小时候 那位鼓励自己的女孩 对方现在居然成了总统 有钱还有权 两人再次相见 二瘸却带了个小孩过来 说什么这是女儿子 谁知这姑娘脑子也不好使 居然还信以为真了 听过喜当爹的 但我可没听过喜当娘的 就这样 二瘸成功迎娶女总统 从此黑白通吃 走上了人生巅峰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黑帮掌门人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